第一次看演唱会这么激动的可不只是素人 有些歌手们追起星来也是个顶个的疯狂 一起来看看吧 又会演戏又会唱歌 又这么好 又这么美丽 对不起我是他的粉丝 因为我是周迅的脑残粉 正所周知啊周深是个追星达人 特别是当他看到女神周迅时 更是完全失控 这嘴角啊马上都能飞上天 与太阳肩比肩了 第一次追星就看的是张杰这演唱会 全程跟着唱 唱所有歌 别说你也爱我 我都将你难过 只有自己嗓子都唱哑了 现在自己唱的比他还魅力 我觉得旁边的观众应该很烦我 老郑没想到的是周深出道前 竟然还是张杰的歌迷 周深自己说啊 第一次去看张杰演唱会 给嗓子都唱哑了 这不就是众多追星人的真实写照吗 周深早期还多次翻唱张杰的作品 咱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两位实力歌手能合作一下呢 有哪个角色是你想要和他处对象的 高原啊 角色他又想出本人来了 他演的都行 我一喜欢这个人 都行 他都行 对 你喜欢我老婆是吧 能配得上你女人呢 也就只有我 小时候的时候平常掌权是吗 就是人的专辑啊 然后当时爸妈都说我疯了 特别开心就是高考前来去的下节目和演唱会 其实我也有偷偷的关注呢 自弹自唱告白气球都会 我自己的歌迷啊都会寄小凯的影片给我 比如说他在自弹自唱说好的幸福呢 所以他的改变我都可以看得到 两唱首歌你很想和谁合作 薛之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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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之前听好了啊 邓紫棋要跟你合作唱歌的 赶紧呢 干点正事儿 拜托拜托 邓紫棋被问到最想和谁合作时啊 薛之谦的大名突我口而出 邓紫棋更是害羞的笑到眼睛消失 别说邓紫棋期待了 我都巴不得让他俩赶紧合作 我的本命是谁呢 黄自涛 黄自涛第一次跟黄自涛进入院 我特别紧张 网上都传这个黄自涛对人脾气不太好 好名字耍大牌 那么大叔不是啥 而刘宇宁在直播时大声示爱黄自涛 并且表示啊 自己是来娱乐圈追星的 甚至把偶像追成了自己的好朋友 这种追星级礼 条段好像似曾相识呢 我之前还没有出道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喜欢黄自涛老师 杨云晴也是因为黄自涛进入了娱乐圈 人生第一次看演唱会 就是被抽中 当幸运嘉宾成为全场瞩目的女孩 出道后更是和偶像合作了新歌 像孩子一样 而杨云晴不仅是追星级礼 唱功也是一绝 她演唱邓紫棋的泡沫 直接被邓紫棋本人点赞 只能说啊 这些歌手不只是偶像优秀 他们自己也是很多人的偶像 这就是强者之间的星星相惜吧 我是老郑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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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